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祂的心里有蓝图 祂的世界不错 亲爱的朋友 平安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的基督徒生活 我觉得我需要再提一下关于顺从肉体必要死 靠着圣灵致死 身体的恶行必要活 我要再强调一下就是 这一定是要靠上帝的恩典 你不是靠自己立志 也不是靠自己的肉体 也不是靠自己的意志 是感恩 是信心 是顺从圣灵 这个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也有讲过 哥罗西书说我们在过犯和未受割离的肉体中死了 我们所受的割离 让我们能够脱去肉体的情欲 那所以我们跟基督同死了 我们也跟基督一起复活了 当我们跟基督同死同复活 就是我们仰望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能力 也有个意愿 我们不需要靠肉体来境界 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 就是说如果你们与基督同死 就是你们相信耶稣为你们做的工作 那就不要再在世俗中生活 而且很稀奇 他说不要再在世俗中生活 并不是说我们要抽烟 不要抽烟喝酒那些 他说世俗的生活是什么呢 是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 就是还是律法 你放纵肉体的情欲 吃喝嫖赌打麻将 那个是活在肉体中 你靠着自己肉体说不可拿不可吃不可尝那种境界 一样是在肉体中 这些东西啊 保罗说你正用的时候就坏了 哥罗西书第二章讲正用的时候坏了 这个跟罗马书第七章讲的时候 你正要去遵循律法的时候 你就已经被律法勾引了 就犯罪了 这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的基督生活中 我们还是常常会这样做 忘了基督恩典凭自己的力量 那保罗说这个叫人徒有智慧之名 用思义崇拜 自表谦卑 苦待己身 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 保罗说一点用都没有 可是到第三章 保罗又说你思念天上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不思念地上的事就是要怎么样 制死你地上的肢体 淫乱污秽 邪情 恶欲 贪婪 这些东西 那刚刚说克制肉体的思欲 是没有用的 一点功效都没有 这里又说我们需要制死地上的肢体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就是你常常记得 常常靠着主的恩典去依靠上帝 从是想到基督在实际上做的 使你得到一个恩典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里释放了我 所以制死自己的邪行私欲 不是靠自己立志 不是凭自己肉体 是恩典下你定义要这样讨主的喜悦 定义要依靠他 而且主一定帮助你 另外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 我们上次讲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八节 有类似的一个说法 他说如果我们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以下 也就是说我们在圣灵引导之下的时候 我们就不是靠着自己的功德和肉体 连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没有 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当然我也不愿意说那种自然自动活出 不是我们总是意志还需要顺服 还需要心被恩感 来不想用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 而是用一种蒙恩的心态来活出 当然这里面也需要努力的部分 活出神儿子的样式 被神的灵引导不在律法之下 在律法之下就不是神的儿子 那我们上次结束的时候讲到 我们受的不是奴仆的灵 我们不是仍旧害怕 我们受的是儿子民愤的灵 所以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 虽然碰到许许多多的艰难 但是我们仍然是没有恐惧的 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 压力重重引诱重重 甚至有的时候天赋好像隐藏 我们仍然不害怕 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 呼叫阿巴父 在加拉太书里面也有讲说 我们信靠耶稣的人 我们披戴了耶稣基督 我们都是神的儿子 神差遣祂的儿子 祂儿子的灵进入我们心里 我们就呼叫阿巴父了 我们不是奴仆了 祂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不是局外人 那我想再跟各位 从耶稣的身上来想 谁是神的儿子 什么时候呼叫阿巴父 当然神的儿女一定呼叫阿巴父 可是耶稣在呼叫父的时候 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 一个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六节 那里是在讲耶稣在科西玛尼园里面的祷告 祂说阿巴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杯扯去 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 这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呼喊 他真是知道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 所以他说求你扯去 我们不能说耶稣犯罪了 但是他这里是最软弱的时候 求你扯去 但在他最软弱的时候 他仍然说 我是你的儿女 我随后叫你阿巴父 照你的意思 我们不是以前问过吗 谁是你的儿子 长得像的是你儿子 血统有关系的是你儿子 基因相同的是你的儿子 听你话的是你的儿子 这个耶稣在最痛苦最软弱的时候 呼喊阿巴父 不是要父听他的 而是要他听父的 我们今天说所谓的逆子 被宠坏的儿子 就是要父母听他的 而不是他听父母的 我也知道在很多 我们在管教当中 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就是常常是父母听儿女的 不是儿女听父母 当然我们也承认父母常常做错 可是在神给人的权柄下 一个父母从神内领受的命令 应该是叫儿女听的 那耶稣还有一次的喊叫 也是喊叫父 那我觉得那段事情 我们值得想一想 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不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在什么时候喊阿巴父 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三十五章三十七节 那里讲到 耶稣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然后白夫长看到耶稣这样 喊叫断气 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这里白夫长没有看到说 耶稣是被神的灵引导 那么白夫长只看到 耶稣大声喊叫死了 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这是很奇怪的 各位我们会碰到两个问题 一个人家说 你怎么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另外一个人家问我们 你怎么知道 我们在基督徒是神的儿子 我们有什么证据给人看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有什么证据让人看到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这个跟我们怎么知道 耶稣是神有点不一样 那个是另外一方面讨论 但当然是有关系的 你怎么知道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 当我看圣经里面 我听到 我看到这个 在十字架底下的人讲 你从十字架上下来 你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们就信你 如果你从十字架下来 那真显示你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都是对的 你真是上帝的儿子 我小时候就说 主耶稣 你赶快从十字架上下来 不但你下来 你把这些兵丁和少年 通通给挂上去 哇 那大家都信了 这就是我 我觉得我那时候恐怕 还没有重生得救 所以会有这种 不喜欢走十字架道路的想法 就是跟我们以前提过的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 彼得那种体贴人的意思 我们到今天还是有 体贴自己也好 体贴教会也好 体贴这个 体贴每个基督也好 常常是君子爱人以德 小人爱人以孤息 我们是用孤息的方式来体贴世界的 不可以的 你要用十字架 要体贴上帝 耶稣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 耶稣在科西玛尼园 就跟他的门徒说 我现在可以求父 拆遣十二银天使来救我 但是我要走这条路 我要喝这个苦杯 我要顺服 那么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 然后他大喊 大喊断气了 人死了怎么会显出 自己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不该死 耶稣在十字架上是 最不应该显出 他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不会死 神的儿子不会这么凄惨 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人是总统儿子 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人是亿万富工的儿子 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人是王公贵族的儿子 一般人说 他有王者之气 我想也没什么王者之气 就是他有一个花花公子 公子哥的气息 出手很大 开的是宾市轿车 穿的是名牌 这个显示 他是达官贵人的儿子 如果我们要讲神的儿子 那他一定显出很多 神者的尊荣 他显出很大的力量 像我们看到什么 电动玩具 或者什么 那种什么 电脑上面的玩具 那个最有能力的 大能者的儿子 显出他有极大的 俊美能力的 很尊贵被人称赞的 各位我要你想一想 圣经上怎么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不太是他在行出神迹奇事的时候 人这样说 事实上我现在一直还想不到 不太是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样说 虽然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就讲过 他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以大能被 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被立为上帝的儿子 这我们也同意 但是在他还没有复活的时候 他的确显出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在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大声喊叫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很荒唐 死在十字架上 正显出他不是神的儿子 可是居然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百夫长 百夫长在新约圣经里 都是被高度肯定的 哦 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 那我们就很奇怪 为什么断气的时候 他会显出他是神的儿子 他大声喊些什么呢 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 第四十六节那里 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 让那个百夫长说他是神的儿子 是他喊 一粒一粒 拉玛撒巴各达尼 就是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说这话就更稀奇了 一个人在喊 神啊 你为什么离弃我 那更显出他一定不是神的儿子 因为神不会离弃他的儿子 为什么耶稣说 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 百夫长会说 他真是神的儿子呢 这是我们需要把圣经 放在一起来看的理由了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马可和马太了 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 第四十六节 耶稣的最后的喊叫 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当然 他一面喊 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一面说 一面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各位 难怪百夫长会说 这人是神的儿子了 因为他显出他的顺服 真像一个儿子 天父弃绝他的时候 当然是为了爱我们 耶稣仍然说 我把我的灵魂 把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 这不是显出他真是上帝的儿子吗 如果我拿一个棍子在打小孩子 所有跑掉的小孩都不是我的儿子 被我打了还抱住我的 那一定是我的儿子 被我打了 哭了 还说爸爸 这是我的儿子 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怎么显出你是上帝的儿子 我们以前讲过是顺服圣灵 那么我们也可能会有一种成功神学的观点 我是上帝的儿子 我是上帝儿女 因为你看上帝多么的祝福我 你看我的家庭多幸福 身体多健康 事业多成功 工作多顺利 各位这些都不足以显示 你是上帝的儿子 因为世俗的儿女也可以是这样 魔鬼的儿女也可以家庭幸福 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事业成功 都有可能 可是只有上帝的儿子 是在最艰难 好像最困苦 最叫人恐惧和厌弃上帝的时候 他仍然呼叫阿爸父 连上帝离弃他了 他仍然说 我将我的灵魂 我将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你随时被圣灵引导 而不是被情欲引导 你随时被神的灵引导 随时顺服上帝 随时用最大的信心 也就是期盼上帝是爱你的那个态度 呼叫阿爸父 再多的黑暗害怕 你看到上帝的时候不害怕 可能环境叫你害怕 我认为在罗马书八章十二到十五节这段话里面 是非常好的神学 也是非常好的基督徒的生活 也是非常好的讲道的题材 非常好的教母题材 十六节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同样这个心 原文就是灵 圣灵和我们的灵 当我们的灵 我们的灵是用来敬拜上帝的 神是灵 拜他要用灵 要在灵和真理中拜他 神的灵 我们人的灵 是用来敬拜上帝 跟神有密切关系的 那么我们的灵 让我们知道 这里中文翻新 当然也可以 我们比较容易理解 我们心跟我们天父 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契合 让我们愿意 愿意亲近他 让我们告诉我们自己 我真是我父亲的儿女 各位 可能在你生活中 你也会有这样的经验吧 尤其我们小的时候 有的时候 儿女们会嫌父母偏心 我们就会怀疑 我是不是私生子 我是不是被领养 尤其看多了小说 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 我们是上帝儿女 因为我们顺服圣灵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因为在最害怕 甚至好像上帝 离开我们的环境中 我们仍然在呼叫阿爸父 我们的灵有一个确定 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属他的 他也属我们 那当我们灵有的时候 真的也是很软弱的时候 圣灵鼓舞我们的灵 圣灵提升光照我们的灵 告诉我们 你真是他的儿女 那这个是你在受到大逼迫 大引诱 像约瑟被卖的时候 像约瑟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 像弹衣里被丢在狮子坑里的时候 像大卫面对那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 像迦勒 面对那个充满了高大城墙的迦南地的时候 他有的反应 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灵 我们有一个不同的心 这个心 这个灵是从圣灵那里来的 让我们知道 开恩知道 神赐给我们的事情 让我们知道上帝是多么爱我们 我们不跟着世界上的灵跑 我们不跟着世界上的心思意念跑 我们可以做中流砥柱 我们威武不能驱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这些在中国世代夫来看起来是很高贵的理想 可是几乎没有人做到的 基督徒 完全可以靠着圣灵做到 我们在这个黑暗世界里面 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像明光照耀一样 可是你真得信靠上帝 你真得常常回到十字架 常常思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 否则我们是突然 而且我们是虚假 我们呼叫阿爸父 亲爱的朋友 呼叫阿爸父 呼叫阿爸父 圣灵会提醒我们 圣灵会光照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是他的儿女 不只是他的儿女 在十七节说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 后嗣的意思 就是继承产业的 能够继承天父给我们产业的 那么儿女是有他的形象 儿女是有他的个性 后嗣是有他形象 有他个性 天父也就把这个世界 把那个万有交给我们 我们既有儿女的心 也就是我们有父母的心了 儿女像父母 有父母的能力了 就是后嗣 神的后嗣 甚至和基督一同做后嗣 是神的后嗣 就是神要把万有给我们 和基督一同做后嗣 就是我们所得到 就是基督所得到 这是上帝把我们做的 太大太大提升了 耶稣是我们救主 耶稣居然是我们的兄长 在希伯来书也会这样讲 他称我们为弟兄 他不以为耻 虽然很丢脸 我们常常以称他为我们的神 为羞耻 他却不以我们为羞耻 因为虽然我们软弱 不可爱 但是他爱我们 爱到底 各位你可以承受这个产业 承受万有 领受圣灵 领受神给你的一切聪明 智慧能力 和管理整个宇宙的权柄 如同当初神创造的世界 要亚当夏娃和他的后裔 他们的后裔 来管理这个世界 在诗篇第八篇也讲过同样的话 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福气 那可是 各位我们要稍稍停下来想一想 是儿女做后事 理所当然 是儿女能够继承父亲 要给他 理所当然 那可是 他下面又转了一关 好像不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我们和他 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 一同得荣耀 这儿似乎是把 基督徒 得产业 跟得荣耀 放在一起 我们只要信耶稣 亲爱的朋友 只要信靠耶稣 耶稣 所从天父内得到的一切的美好 就都给我们了 感谢赞美主 包括 继承产业 这是我们 一定会得到的 因为信耶稣会得到的 可是他在这里 好像又加一个 但书 就是你必须跟他 一同受苦 就会跟他 一同得荣耀 也就是一同得产业 我认为这个 得荣耀和 做后世是类似的 满有荣耀 满有光辉 也满有权柄 来管理 这个神要给我们的 新天新地 这个新世界 那我们和他 一同得荣耀 做儿子 自然会得到 父亲要给他的荣耀吗 哦 一方面来讲是自然 一方面来讲 又不是自然 得经过一个关口 这关口 就是要和他 一同受苦 这跟上面 其实连在一起的 儿子 是 父亲的儿子 因为这个儿子 顺着父亲的心思 意念 也就是顺着他的灵 来做事 儿子是这个父亲的儿子 因为他 常常呼叫父亲 阿爸父 即使在很艰难的时候 看起来天父 没有爱他的时候 儿子 是父亲的儿子 因为父亲的灵 跟儿子灵 契合 让他知道 他是上帝的儿女 儿子 是父亲的儿子 而且会继承产业 因为他受苦 因为父亲磨练他 要叫他做的苦 他都愿意承受 好 在这里和他一同受苦 当然我们还是说 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受苦 然后我们信靠耶稣 跟耶稣一起相连 在基督里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他的苦 他的福 都跟我们连在一起 我们的罪恶 加在他身上 他的福 加在我们身上 所以和他一起受苦 可以说是 那个基础是 他为我们受苦 但是我觉得 也有一层意思 就是在平常的 基督生活里面 我们跟他一样 走十字架道路 一样喝那个苦杯 一样顺服上帝 一样在艰难的环境中 坚持我们的信仰 要活出那样的光 活出那样的爱 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必定因为受苦 而能得到荣耀 好 这个 在圣经里面 特别是彼得前书 和希伯来书 多次讲到基督的受苦 我知道 受苦这个题目 受苦这个话题 大家不喜欢听 我们都希望 舒舒服服快快乐乐 各位上帝也喜欢 我们舒舒服快快乐乐 但是 如果我们要成长 我们必须在主的恩典中 被对付 希伯来书 第二章 第十节 使救他们的元帅 因所受的苦难 得以完全 本是合一的 耶稣能够完全 不是天众一鸣就完全 当然他是天众一鸣 当然他本质就是完全的 但是在他 从他的人性这面而言 要成为那个完全的 那个是要受苦的 要被磨练 要被对付的 连他的人性尚且如此 何况是我们的人性 在希伯来书第五章 也讲到 第五章第八节 他虽然为儿子 注意希伯来书五章 也是讲儿子 我们也是儿子 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 他既得以完全就位 凡顺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耶稣 学会了顺从 学会顺服 我自己知道 我想历史历代的圣徒 也会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就是顺服 是非常难的 不是我们本性办得到的 我们是有一个 悖逆抗拒的心 那顺服 甚至就等于完全 学了顺从 他既得以完全 能够从心里顺服上帝 这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了 但这也不是 那么容易学会的 那是在苦难中学会的 学的时候很苦 很难过 很不容易 连耶稣都是这样 我们能觉得那是很容易的事吗 彼得前书里面 也常常讲到 基督徒在这个世上 会受的苦难 那么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做兵器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 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肉身受苦 怎么会与罪断绝呢 这个我们要到下一次再说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